唐吉士 你只要说老实话 我就饶你不死 我真的啥都没有作用 你还是不承认是吧 给我打 李大队长 为啥要抓我的弟兄啊 他不害我爹 我不会这样做 你咋个小的呢 王金彪亲眼看见他 王金彪 王金彪 鬼儿子过来 你是亲眼看见唐吉士 害了李老太爷 对 那你把当时的情况说一下 来听听 昨天晚上我亲眼看见唐吉士 去了李老太爷房间 两个人上了山 然后唐吉士一个人回来的 鬼儿子打胡乱说 唐吉士昨天晚上整整跟着我 跟着我做了一通夜 他是你的贴心豆瓣 你的话不算数 对 是你 我都要想你去看唐吉士 娟家小姐 你可要给我主持公道啊 要是大家都撕破脸 那都都下下不来台哦 我当然会主持公道 王金彪举证 我们不能不过我们了 王家彪 你可是跟着我一块儿 从龙云山下来的 你咋个胳膊脚子往外往 弟兄们 你们说我王妖猪是不是你们的老大 是 那唐吉祀他是不是你们的勤求的 是 李大队长 我带着弟兄辛辛苦苦偷奔你来共事 你就是这样整整我的弟兄 他不害我爹 我不会这样做的 他没害你爹 那是谁害的 反正不是唐吉祀 王妖子你以为你带那么多人来我就怕了售 你以为你以为你带着正规军 我我们就怕你说 不许到手 报告大队长 是我 把老太爷藏起来了 啥子的 是 是你让我们兄弟受委屈哦 昨天晚上我正要睡觉 王妖子 王妖子 是不是你 咋 咋回是我呢 我 我去去李朗涮的屋里头的时候 他已经不在了 你 你 你是看到的吗 从身材上来看 绝不是王大爷 对的 大娘不死我了 那你觉着 向哪过来 这儿的人 都不像我 我已经派王妖族去了 你干嘛自行其事 我怕他不执行命令 想先杀了李老山嫁祸于他 你这叫弄巧成拙 我说 谢府官是什么人啊 我觉得这个人另有来头 求菩萨保佑 保佑我爹平安无事 我一直在琢磨件事 什么事 我听王金彪说 在龙影山的时候 侯琪想逃跑 被卢队长抓回来了 侯琪想活命 指证王麻子是共产党的奸细 王麻子是从来不拉命债的人 居然敢杀卢队长 杀刀疤脸 当上了土匪老大 你我都知道 王麻子心里只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跟三嫂子一起过日子 他好优华的人哪 当上了土匪老大 他完全有可能把队伍拉回龙影镇 交给共产党借以将功折罪 可他没有 他却把队伍拉到我们这儿来 说要跟我们一起干 难道他就没想过 他这样做 反倒离三嫂子越来越远 三嫂子 绝对不会跟他过日子 所以 侯琪指证他是共产党的奸细 完全有可能 马上把他抓来审问 别急 我们再试探试探 王麻子 王大爷 有人找 啥 李老甩啥事情嘛 我有要紧的事跟你说 好的 进来吧 我说 那边站着去 没没没我的话 哪个也不许进啊 好 那自己点 好 喝茶吧 早有啥个事情嘛 没得人听门都关上了嘛 说嘛 王麻子 我已经把大娃子说动了 他答应和平起义 真的呀 哦 哪个哄你哦 我说 王麻子 你就跟那大娃子一起向共产党偷城 他 他 他真的是这么跟你说的呀 看老婆的事 我敢哄你哦 是你大娃子喊你来的吧 不是 是我自己要来的 哦 是你 是你要喊我向共产党偷城的 哦 是啥 那 那 你说什么 那啥 啥个叫偷城嘛 哎 那个偷城就是 哎 哦 王麻子 大娃子给我说 你 不叫和平起义 你应该叫偷城 嘿嘿嘿 你叫李老甩 你连个谎话都编不圆哦 自己说 说露馅的吧 还 还说 还说不是你大娃子喊你来的 哦 你就不要管哪个让我来的了 我的意思是 我为你好才 我跟你说啊 我不会再和共产党打交道了 哎 王麻子 大娃子领的那个正规军都要投共产党了 你火的那帮土匪有啥的好下场嘛 我想咋个就咋个 哎 王麻子 哎 我说干女婿 你不是说过嘛 要一心一意的和干女儿过好日子 你咋个又变了呢 我不想上当受骗子 你要是不跟大娃子走 你要吃大鬼的 我跟你个老 老糊涂蛋说不清楚 哎 王麻子 你 你真要一条道走得黑啊 那我回去告诉干女儿 让她修了你 她修了我 哎 小 小心我 修了她哟 这个鬼儿子 平时 他比鬼都精 咋个今天他刮了呢 王麻子划得很 你爹根本骗不了他 没有真凭实据 要是把王麻子除掉了 群龙无首树倒无孙散 除掉王麻子 一定要有铁证 李大队长在吗 李大队长 进来 报告李大队长 你爹他刚才来找狗啊 他找你做啥子来 你才不想熬得嘞 他 他大忽乱说哟 他说啥子 他 他说呀 阿亮 再 再软点 他 再软点 他 再软点 你 你爹他说呀 说你要和平起义 说你要和平起义 啊 我是有这个意思啊 啊 我是有这个意思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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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呀 黄大爷 现在天下已经是共产党的了 我们扭转不了天亏 使实务者为俊杰 我决定和平起义 黄大爷 你只有和我一起向共产党投降 还有通路算 黄大爷 黄大爷 你要听我的话哟 黄老大 你说的这些话 要是让转转小姐知道了 那是要杀脑壳的哟 他咋会晓得嘛 你要知道哈 我是 我是天下地宝的保障 共 共产党迟早会要我的命的 我 我要是想 向他们投诚 那 那就是自找死路哟 黄老大爷 你可不要执迷不悟啊 你 黄原胡 你 你敢 你敢劝我 向共产党投降 他妈 走 去见 转转小姐 让 让他把你 把你按军法言办了 走 走 走去 黄大爷 好 转转转小姐 你 你也在啊 黄大爷 李老大跟你闹着玩的 你也不想想 他怎么会投奔共产党嘛 你们俩啊 两个跟我演啥子戏嘛 要是信不够我 那 那就算 算去 王后长 黄大爷 对了 王子彪 我记得上次你跟我说过 你说 侯妻说王马子送来那张图是假的 是啊 是共产党给他的 对 这样 你去一趟安州县找一下潘头伴 我听李老三说他处在县医院 找潘头伴做什么 潘头伴是龙隐乡乡公所所长 他肯定知道内幕 你只需要把枪往他胸口上一顶 他什么话都要说 好 我马上下山 快去 文静彪 你这是要到哪儿去 我走了 来 谢副官 是 谢 谢副官 那 来 来 五里 五里请 五里请 王大爷 王金彪到安州县城去了 他 他去干啥子嘛 去找潘头伴 要弄清你的底细 王金彪去找潘头伴 咋 找鬼儿子潘头伴 那咋办 咋办 咋 咋咋办 啥 啥人 回 回龙隐乡 走 不 不 不能走 我这一手 江 江大贵交给我的 解放全中国的重大任务 不就完不成吗 他会咋个看我吗 因不 因不他妈咋个看我吗 就是啊 受人之托 又中人之事嘛 对头 这 这任务完不成 回去没法交代用 找不得 找不得用 那你赶快想主意啥 想主意 想主意 我想啥个主意嘛 那 那 脑子里头 一团烂麻 啥个主意也没有 那这样 咋 咋样子嘛 王金彪回来的时候 老子在半路上等着他 往下锁 往 往下锁嘛 往 往下锁嘛 老老子不好 又出事了 哎呀 要进 要进来锁话 哎呦 出事了 出事了 哎呀 你别 别 别 别提个锁嘛 你先给我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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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的 坐的 哎 锁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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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出事了 我从啥子死去呢 娟娟说 你好像 献过一张啥子图 是假的 他要派王金彪 去找潘德贝 问清楚 你 你咋个小的呢 哎呀 我到水潭边去找你 就正好碰到 他们正在说这件事情的 哦 不对头 不对头 哎 咋个不对头呢 他就是不对头嘛 这么大这个事情 咋会偏偏让你李老船听到呢 哦 碰得巧的 娃娃子 我问你 你是不是 江大贵派来的 啥个江大贵派我来的 你胡说啥子嘛 明明是你家大大娃子把我 弄上山来的吗 不对啊 李老船 好啊 啊 好了 我还有事情 你先回去吧 哎呀我说王八子 你可要当心哦 啊 小德 你就是不为自己着想 你要为赶女儿着想 要得 好吗 王大爷 他来干啥子 怪 卷卷派王金彪去安州县找盘多本 他李老孙也晓得咯 那我马上走 走啥子走嘛 不是说好了半个事 等王金彪的吗 事情没那么简单哟 啥子意思哟 娟娟小姐 今天咋个没见王金彪呢 我派他执行重要的任务去了 重要的任务 是不是真针对我 你不要乱猜嘛 咋个会 会是我 我乱猜嘛 是娟娟小姐你乱猜哦 什么 我乱猜 哦 有句话说嘛 疑人不用 用人不疑 你要是不相信我 我马上拉起队我就走 回 回 回龙衣山当我的老大去 王大爷 你不要受人挑唆嘛 是我把你从共产党的牢房里救出来的 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 娟娟小姐 你给我挖了好多坑让我往下跳哟 好 你打得好 你打得好 哎 你怎么来了 妈的 那王马子发现了 那我 算了 回去 王大爷 我们几个弟兄到处都找了 没找到王金彪呀 好吧 你们几个弟兄先回屋头去待命吧 王金彪个鬼儿子肯定藏起来了 你想嘛 娟娟说明天就去打安州县 从这儿到安州县来回也得两天 王金彪去找找潘陀伯 他回得来啊 那就是说给我们两个听的 想将我们两个上当手骗哟 对头 刮不娘 刮不娘不刮哟 子 这是党的吗 他是共产党的奸细 要杀就杀 闲话少说 弄得沾堂去 走 谢副官是共产党的奸细 对 看他说不说 快刷 我看你这个左翼 刷 快打死你 好 推 推 推 拼 推 推 打死你 推 推 推 我打死你 推 这 这 这 卸实 共产党的奸细 推 推 推 让开 打死你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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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共产党派来的 把他关起来 是 王大爷 看见了吗 共产党好厉害 居然打到我们内部来了 调死 调死了 我们的行动要提前 你的队伍随时准备好 调死 调死 王大爷 不是 我 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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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不要动了 不要动 千万别动 王大爷 你不应该来看我 这样会牵连你的 你 你 你怎么战战地是共派个共产党派的呀 是 派你来干啥子嘛 掌握他们的动向 找机会 把他们一举消灭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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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也 也太 太 太胆大了嘛 我们共产党人 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王大爷 王大爷 你能不能救我出去 我要向我的商机报告 我要下山 他们今晚上就要打安州县了 没时间了 我 我 我救你我 我实在是不敢 还要是让你绝绝知道喽 我就没得命喽 我 救你我 我给 给你带了些药酒 你把它喝了吗 谢谢 要是有啥子事情需要我帮忙 你尽管说嘛 王大爷 那你能不能帮我 交一样东西到山下 啥个东西 我们 有两个同志 在山下开了个腰垫子 你把这个交给他们 他们会找人来救我 王大爷 我求你了 你说 我要不要把这个大火机给他送过去 哎哟 哎呀 你咋还来问我喽 他要 他要不是个共产党是个假的呢 那你就不送谁 他要是 是共产党是个真的呢 那你就送嘛 跟你 跟你说也等 等于是个 是个白说喽 王八子 你站在这里做啥子 我想 想出去走一走 哎哟 我待在这个庙子里烦死了 王八子 我想跟你出去散散心 好嘛 那就一道走喽 嘿嘿嘿 来泡 泡两碗茶 哎 我这可是上好的茶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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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茶 啊 上 上火喽 看嘛 鼻子底下都起泡了嘛 王八子 那个谢副官 是共产党派来的 哎哟 共产党 真是神通广大哟 你可要晓得是食物哦 这儿 这儿的事情是凶险的很 你还是 还是赶快回龙引阵的好 大娃子 不跟着我走 我就不下阵 你 你家大娃子个铁 铁杆的闺蜜党 她咋个会听你的吧 我就在这儿顶到她 不许她做坏事情 你 你 你硬 硬是一个倔 倔格的呦 你在看什么呢 等着吧 马上就要见分枪 南府跟好的们相担 慢慢走开 卖给我吧 不卖 不卖 尚尾你都卖给我的 今天不卖 那不喝的吗 好啊 不卖 不卖 没人 不卖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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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怜 刚刚刚那娃要买呀 你咋个不买给他呢 我这儿不拆包 生意不管大小都该做 是 大哥 大哥 给点吧 你来干什么 我愿意翻了 给点吧 快去 快去 给点吧 快回去 给点吧 快 快回去 滚 快点喝嘛 咱们好回福祥寺哦 这么好的茶多坐一会儿咱 你说共产党的队伍里头 有没有烟鬼哦 你说啥子胡话哦 共产党来了 那最大的好处 那就是进了烟馆 进了妓院 进了赌场 归儿子卷卷和谢夫官 搞了一出苦肉鸡 我差点上他养当了 报告娟姐小姐 谢夫官 谢夫官喊我救他 我不敢 他就交给我一个打火机 喊我下山去腰垫子 交给他的同伙 我就把他的两个同伙 全绑上山来咯 还交货了一把枪 好啊 你有功 我 我当然是 当然是有功才 专家小姐 把谢夫官交给我 我 我喊我的兄弟伙 好生招待他一盘 我 让鬼儿子脱成皮 不要 不要 咋 咋了吗 你 你向来都是对共产党 吓得了狠手 咋个 咋个这会儿心软了 是 谢夫官这个共产党 他不同一般 不同一般 把门打开 你们都下去吧 怎么样了 报个特配员 王麻子 把我们在腰垫子的暗哨 给绑回来了 说你求他相救 这个王麻子 他究竟是不是共产党派来的 这怎么说得清楚啊 情况紧急 马上就要行动了 一定要弄清楚他的真实面目 否则 祸害无穷啊 是 特配员 我不明白 王金标去杀李老栓 你为什么要救他 你也不想一想 要是杀了李老栓 这福祥寺还不闹翻天了 明白了 这个李老栓 我倒不担心 我最担心的 就是这个王麻子 他肯定已经猜出了我的真实身份 我也只好亮相喽 请谢特备员做指示 你 你 你不是共 共产党哦 坐 坐 大家请坐 诸位 我已经接到上风命令 明天我们必须行动 全州县炸毁解放军的军火库 破坏成都河滩 李老栓上山 恐怕会给王耀祖带来麻烦 我们要早点做安排啊 你放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这样 我再落实一下 好 狗杂众们 明天就要去大安州县炸 炸具火库 你赶快下山 告诉江大贵 好 郡娘小姐啊 唐吉士 你要去哪儿啊 没得吃点了 我去找点野果子山 你往山下跑 怎么找得到野果子 山上的果子 都塞得差不多了 只有到山下去找山 要是实在不行啊 我就去农家抢点山子呦 站住 你不准下山 跟我回去 倩倩小姐 我早点吃了就回来 你敢违背我的命令 我又不是当命令 你管求不到我呦 唐吉士 你给我站住 你别骗我了 我知道 你要到安州县 去向共产党报信 倩倩小姐 这种要命的事情 你不能哄口白鸭的乱说呀 你仗着我没证据是不是 你小的这个就好 我不给你东扯南扯西扯海了 我走了 你干公司的总统伯娘 你黑的 总裁说过 宁肯错杀三千 不能放走一个 我看你怎么下山 我看你怎么下山 王大爷 我下不了山了 你再去劝一下我爹 让他赶紧回龙允镇 要得 要得 我 我就 我就再去劝一下他嘛 李老大 我有句话要说出来你 你可不要生气哦 说嘛 我们明天就去打 打安州县 那就是拿着鸡蛋去碰石头呀 你咋这个样子说了 共产党的军火库是那么好咋的呀 你爹的话 你最好还是多少在心头琢磨一下 咱都说言不想 你是你们李一家唯一传乡伙的人咯 你也想劝我投降 不 不 不是 不是劝 不是劝你投降 我不敢 不敢劝你投降 我的意思是吧 还是要保 保命要尽善 你总不能 总不能让你们李家从此断了血脉 我的话 你多少也要想 想一下嘛 needed 我或者我 你不认识你 我听说 你不认识你 我听说 谢特伯爷 听说蒋总裁还在成都 蒋总裁在 我们国军的灵魂就在 告诉弟兄们 打完这一仗 我们就上成都 蒋总裁要亲自接见 是 你爹是怎么安排的 我让王娃子 劝他回路里阵 谢特伯爷 听说蒋总裁还在成都 蒋总裁在 我们国军的灵魂就在 告诉弟兄们 打完这一仗 我们就上成都 蒋总裁要亲自接见 是 你爹是怎么安排的 我让王娃子劝他回路里阵 事情就要有结果了 有啥的结果呀 明天就行动了 去安州县炸解放军的军火库 啥啥 你们要去炸解放军的军火库啊 我跟你说哈 到时候你们家李老大要是中了解放军的埋伏 那个就完了呀 你咋个知道要中解放军的埋伏 我我是猜的嘛 要是大娃子炸了解放军的军火库 那共产党就更不得饶过他了 那当然是不会饶过他嘛 王娃子 你说咋个办嘛 王大爷 王大爷 腾吉使他出事了 走 行 行 老刘 走 走 咋个人吧 转转把我腿给我打断了 王大爷 你要给我攻打呦 好吧 多一点 是 您住哈 把增大肚子叫来 他家有祖传的枪药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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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王子 啥子是听完了 我 你 还有你们家大娃子 全完了 王王子 你 你把话说明白 唐吉使他没走成麻烦喽 麻烦喽 知道不知道吗 这和唐吉使有啥子关系嘛 你晓得不晓得吧 我王王子 哎 说啥 老子不得告诉你喲 你不告诉我 算球了 我走了 我走了 站住 说啥 好吧 说嘛 说嘛 来吧 多你这封 帝老转 你想不想救你家大娃子嘛 废话 我咋个不想呢 要是 要是救你家大娃子有危险干不干嘛 干 我活上这条老命不要 我也干 这 这可是 这可是你摸着自己的心肯 他 当着祖宗仙人说的话 他鬼儿子说假话 我要说假话 天打武力哄 好吧 那 那我也豁出去了 晓得不晓得 我 我王马子到福祥寺来干啥子的嘛 你到这里来干啥子的 王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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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记清楚了哈 我都记清楚了 那 那你现在就去找你们家大娃子 就假装说 说回这种印针有 有重要事情 啊 有的 有的 到了县城 就去找军管会 有的 那一路上要小心哦 有 有的有的 你怎么现在不碰妈妈的呢 你可怕 怕你个老东西办不成事去嘛 哎呦 你放心嘞 为了救大娃子 我就豁出性命来 我要把事办成嘞 嗯 好嘛 好嘛 你回去跟我妈说 就说我在这儿好好的 我晓得 我晓得 哎 哎 李大队长 老爷子要走 哦 我爹回龙影镇 就他一个人 对 哦 哦 就是我一个人下山 他又不跟我走嘞 派两个人送送 好的 哎 不用送 不用送 李老太爷不是一般人 你们两个 把老太爷送回龙影镇 是 哎呦 不用送啊 爹 有人送更好嘛啊 啊 走 哎 大娃子 爹 爹 爹就要走了 你一个人在这儿 你可要多长个心眼啊 我知道 爹 慢走啊 爹 这个 嗯 哎 哦 叶子太爷 早上 二位兵大哥 你们就回去吧 明天不是还有行动吗 就不要送了 军令不能违背 我们必须送你回龙影镇 走 好 好嘛 娟娟小姐 明天行动的时候 你要悄悄地监视李员福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李老栓 该和尚风凉路了 是 站住 啥子死 我们要执行特派员的第二项命令 啥子命令 送你回老家 成都已和平解放 江总才十日前离开成都 江总才十日前离开成都 未往台湾 站住 电文内容要严格保密 包括李员福 是 对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保 保佑我心想事成 把保佑李老栓平安无事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成都和平解放了 江总才 飞台湾了 啥子呢 成都解放了 江总才飞台湾了 你退回了 你退回了 飞走了 成都和平解放了 江总才飞台湾了 我不在闪灭了 我不在闪灵了 不要 花心灾灭 花心灵灭 花心灭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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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老大 我找了你的圈才找到你 出事情咯 出大事情咯 出啥子事情 贵民当垮干咯 你说啥子咯 我听 我听卷 卷 卷小姐说啊 成都和平解放咯 江总裁坐飞机去台湾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吧 卷 卷小姐都有点六神无阻了 跑到这儿烧香拜菩萨了吗 忘了 一切都忘了 完了的不光是贵民当 不光是江总裁 来吧 我听说啊 怕 怕是你爹也要出事情咯 我爹出啥子事 谢副官长让他的首席送你爹下山 你就那么相信他鬼儿子咯 哦 你 你都 你都不嫌傲的 他是咋 咋个害人的吗 老贵的总统 怎么办 王大爷 你快帮我出个主意啊 那 咋个主意嘛 他们要想黑你爹 闲在儿竟烟幕下 恐怕是已经 走 哎 干啥子 你要干啥子去吧 老子去问他 哎 你咋也常常还好 你 你这么去问他 他会常认识 哦 李老大 你是个孝子 你可要记住哈 你爹是为了保你的命 哎 到山上来劝你 劝你和平起义的 他为了你 硬子把命都 都舍得下呀 该死 我真该死 肯不肯不肯听我一句话吗 你说 明天 明天 明天去大安州县的时候 你要多长个心眼哦 你要多长个心眼哦 你想嘛 你那么那么忠心的为国民党卖命 他硬是要害死你爹哦 你说 你说这个 你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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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鬼民党 还跟着他干啥子嘛 你现在唯一的粗路 就是去偷藏 偷藏 偷藏 哦 哦 你要我向共产党投诚 对的 你爹他 他是我的干脑藏 到时候 我 我 我们一起一起干嘛 不许动 起来 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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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 扎过去 过去 莫莫子 列尔大 原来你们俩 串通好了 想反水啊 王洁兵 洁兵兄弟 哪哪哪哪个 跟哪个串通好了 要反水吧 你们俩刚才说的话 我全都听见了 走 去见洁兵小姐 我谢太法源 洁兵兄弟 有有话 有话好好说 有事好商量吗 没什么好商量的 走 王洁兵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 我也没 没啥好说的了 枪都在你手里了嘛 我这还有几个大洋 送送给 送给你嘛兄弟 你干什么 枪在你手里 我我身上啥个都没有嘛 你怕啥子嘛 不就自己拿几个大洋给你嘛 你看 看嘛 看嘛 怎么回事 看看怎么回事 把李大队长和王金彪请来 是 你不认 我也不义 李二达 咋 咋个搬来 袋子 出什么事 枪走火了 谢特伯 请你去开会 我马上去 是 我们研究一下明天行动的细节 是 王清彪呢 王马子是老大的吗 王马子不可靠 进来 没有找到王金彪 没找到 是 奇怪 马上全市内外查找 是 是 王大爷 哪一国 特别人叫你去开会 开 开啥子会嘛 研究军情 走 走 干 干啥子嘛 干 干啥子嘛 王 王金彪鬼儿子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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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 死在这儿的嘛 王马子 这是不是 我送给你那个打火机 是 怎么会在他的尸体旁边 对 对的 你 你的打火机 咋个会在 在他 他尸体旁边呢 什么我的打火机 这个打火机是我送给你的 对嘛 是你送给我的嘛 我 转 转送给他了 你送给他了 他 他鬼儿子说喜欢 说喜欢那我就 就给他了嘛 他死了那个打火机 当然就在他尸体旁边了嘛 王马子 你可真够油的 你这么说死无对证 你就能够划过去了 咋个会是我 我要划过去了 你这个话可不能这样说 这根本就不是我干的吧 谢他呗 我 王金彪 他是我的兄弟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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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要杀他吧 你不能冤枉好人去 王马子 你的嫌疑最大 非常时期嘛 非常处理 你就别怪我无情了啊 把他推出去 枪毙 李 李大队长 李大队长 你帮我说句话 我是 我是冤枉的 帮我说句话 来 谢他呗 我用我的脑袋担保 王大爷 不是共产党的奸细 王金彪 也绝不是他杀的 你怎么知道 王金彪不是他杀的 王金彪 是我杀的 你 你 你为什么要杀他 因为他要杀我爹 对的 他要杀你爹 对 上一次是你救了我爹 那个党半边脸的人就是王金彪 剑剑小姐 这件事情 你心里最清楚 对不对 这件事情就已经过去了 明天我们就要行动了 正是用人之计 你为什么要杀他 因为他还要杀王大爷 他要杀王麻子 对 王大爷是他们的老大 他心头不服想趁机杀死王大爷 对的 王金彪火 火得卢铁汉一会儿当土匪 我把卢铁汉干干掉喽 当了他们的老大 这个王金彪心头一直不安忧 想把我挤下去吗 对 谢特百元 王大爷是老大 要是他们起内讧 明天我们还能顺利完成党国交给我们的任务吗 王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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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干争议 我们干他们批议了 弟兄们 弟兄们 千万别误会 不许活来 不许活来 不要自想残杀 千万不要自想残杀吧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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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王大爷放了 把王大爷放了 特别 明天就要行动了 只要闹起来恐怕不好吧 王大爷 王大爷 这确实是一场误会 对不起了 还是请把你的手下招呼招呼 弟兄们 弟兄们 明天我们就要行动了 都回去 都 都 都回去嘛 我王大爷没的事情嘛 说嘛 谢 谢副官看 看 看都没有 王大爷还是个离不得的角色哟 王大爷 实在对不起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党国 希望以后我们还能照样做兄弟 我倒是想 想和你做兄弟 就怕 就怕谢特派员不给这个面子哟 言重了 言重了 好 李 大队长 谢谢你帮忙 用不着 好 娟 娟 娟娟小姐 你是个顾大菊师大体的女人 难得 哪 哪都有 我们之间好说 那 那我去安抚我的弟兄 好吧 好 这回 这回 我可是帮了你 我可是帮了你 这是谁 对 还有几个饼子 省 省着点吃 坚持 坚持个两三天 到时候我喊 喊姜大贵 他妈把你抬一下咱去 好吗 好 情况就这样 大家马上进入战斗准备 是 同志们 我这儿有一个连 上面还会增派一个加强连 另外还有县民兵大队配合我们 这一次 我们一定要将各个点的敌人 全部兼灭 队长 江书记 邓阁长 队长 我把屈中队的民兵都带过来了 那太好了 我还带来两个人 他们的作用 一定不亚于一个中队的民兵 那么神哪 叮灯 周县长 你看看 这是哪个 死亡 走 小爹 你个 叫爹 爹 同志们 这是周连长的妻子和儿子 他们是从万恶的土匪头子卢队长 和国民党魏县长的首领死里逃生 今天 他们终于团圆了 老季节节恨 老季节节恨 不忘血泪仇 不忘血泪仇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打倒共产党反动派 解放全中国 解放全中国 中国共产党反动派 任务已经讲明确了 明白没有 明白 出发 是 快 快 快点 走 走 后再跟上 走 走 走 这个打伙计我还是送给你吧 差点要了老子的命 哪个要他有 民兵 我来吧 民兵 民兵 郑叔 那些民兵呢 保密 老子是乡公所的所长 跟我保密 陈耀白 民兵都哪去了 保密 秀伯 那些民兵都哪去了 保密 小云桑 那些民兵都哪去了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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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都跟老子保密啊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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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咋回司来 弟兄们 抢钱财啊 不出 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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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的 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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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钱财啊 快 抢钱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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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谁要是敢反抗 就只有死路一条 成都已经和平解放了 蒋介石也逃到台湾 好 妈的 不许动 把枪弄挨了 没有必要再做无谓的牺牲 赶快投降吧 走 抢钱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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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大 快叫你们的兄弟们都投降吧 国民党的士兵们 我们解放军说话算数 只要你们交出武器 我可以保证不伤害你们的性命 李恩福 赶快下命令 突围 李恩福 大王子 我是你爹李老帅 爹 大王子 谢副官他派了两个士兵 想杀死我 多亏了周梁长救了我呀 李恩福 你可千万别听你爹这么说 这肯定是共产党 逼着他这么说的 执行命令 大王子 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你赶快投降吧 共产党优待啊 哎呀 鬼要是要打死我 李老大 快叫你的兄弟们投降吧 国民党的士兵们 我们解放军说话算话 只要你们交出武器 我可以保证 不伤害你们的性命 弟兄们 不要再给蒋介石卖命了 投降吧 警官 中文字幕——YK 我们已经胜利完成任务 好 好啊 王小主 你过来 王小主 这是地委韩书记 韩书记 他就是王小主 王小主 你立了大功啊 韩书记 现在二斤也不下 我算 算不算是人民呢 算 当然算人民啊 王小主 你看谁来了 爹 小 小殷峰来了 殷峰他妈 你们 你们咋来了吗 我们来接你 要走啊 你看这是哪儿过啊 王大爷 是 是鱼子娃的婆娘吗 王大爷 谢谢你了 周 周连长 看 看到了吗 我 我真的是救了 救了你家的婆娘吗 王大爷 我都知道了 我是真心地感谢你啊 江 江叔叔 我显得是不是 可以正大光明地回龙影镇头 当然可以 我 我是不是可 可以和 和殷峰他妈 过安生日子 当然可以了 王阳叔 我告诉你 县里马上要开镇协会议 我们决定推荐你为镇协代表 我 我还要当代表 当然可以了 你说这个事情咋个就是一通百通 一顺百顺了呢 这就是你把路走对了嘛 王小祖啊 你的第一步算是走对了 以后啊 不要后悔 不要动摇 要从这条新生的路上 一步一步 实实在在地走下去 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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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得 要得 让我 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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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流吹來 哭語笑 真卻換了淚錯多 庇佑 千人憑 說有萬人說 雲它世世 飛飛 說它起起落落 斗轉心意 人間時 真心假意時長河 不盡情願去多少 莫讓珍惜夢難看 不盡情願去多少 莫讓珍惜夢難看 冷靜靜猛 冷靜靜的便 hogy 因此占佛一圈 千人憑 聖佛一圈 千人憑 神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